好那这个勾手的拱球 我先给你们讲一下 什么叫拱球呢 大家看拱球它是指的是什么 这个球在我们摩擦球接触球的这一瞬间 形成了一个什么 强烈的一个上旋球 那这个上旋球让对手感觉 你的球落了台的之后 它是一个向后拱 那这种强烈的上旋球 你看 让对手感觉你这个球就跟什么 对手拉呼圈球拉过来一样 有一个往后冲往后顶往后蹦的这种感觉 那这种球是怎么发的 来我给大家看 这个球想发其实很简单 这个球第一 它和拉呼圈球 大家有没有觉得是非常的像 为什么像 拉呼圈球 过去的球是不是一个速度又快 并且又冲又强烈的上旋 让对手感觉拍子一震一碰 球容易飞容易出界 那好 第二种是什么呢 那就是不是第二种啊 那这个勾手拱球是什么 大家你没有感觉 你看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就是用种 说大白话一点 我把呼圈球是不是拉自己台子上去了 有没有发现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勾手拱球的一个雏形框架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好 那为什么要称之为勾手拱球 这个勾手的名字 其实也是导致很多朋友发不好拱球的核心原因 因为什么 勾手它指的是摩擦球的右侧 制造了一个右侧弦 对不对 但是拱球它是一个纯上弦 它是完全两种旋转 你不可能追求这个球发的右侧还有拱 对不对 你想要足够的拱 那你的这个制造摩擦的里边一点侧弦就别有 你想让这个球足够的拐 你在这个发球当中 你一点上弦下弦都不要加纯侧弦 它才足够的拐 对不对 那好 那我们勾手拱球 那为什么要勾手啊 大家看 正手拉弧圈球 形成的这种强烈的上弦 后顶的球 是不是一种球拍载上 球载下 球拍去摩擦球的中后方 向前发力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上弦 对不对 大家你们看看 在发球当中 是不是基本就有两种 一种叫什么 一种基本就是下弦 或者说是左侧弦 侧弦球 一种就是右侧弦 大家你们想想 这两种方式 哪一种是跟勾手的 不是是跟这个拉上弦球 拉后弦球 是动作是最相近的 摩擦球的感觉是最相近的 是不是勾手啊 为什么呢 勾手也是一种压着拍子 球拍在后上方 球在下边 摩擦球上步的一种方式 那如果说为什么不能选择 这样 我这样发不也能把球发拱吗 对不对 是拱 但是不够的拱 为什么不够拱 那你就想想 那为什么正手拉球 要这么拉 为什么不能 这样拉 为什么不能这样拉 就是这么个道理 就是这么个道理 只有球拍在后上方 球在前下方 摩擦球的后上方 才能形成最强烈的 最强烈的 最强烈的 次上弦 上弦球 那所以说勾手拱球 只不过是利用了什么 勾手准备动作 发力方式 发力感觉 最相似的一种样子 来去发这个拱手 拱球而已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勾手的 这个什么 拱球的发球当中 在里边去添加侧选 而是要利用好 勾手的这种准备动作 能够去直接摩擦到 球的后上方 发一个纯的上弦球 这是勾手拱球的核心根本 拉转 它是不是需要什么 先撞击后摩擦 对不对 你有撞击有摩擦了 这个球才能既有速度 还有旋转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只有撞击 它是没有旋转的 只有速度 我只有摩擦的话 只有弧线旋转 没有速度 对不对 那好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先撞后摩 既有撞击有摩擦 也有速度 也有这个弧线 以及这个旋转 那好 那我们拱球也是这样 也是要找的那种 先撞后摩 先撞后摩 这样过去的球 才能又快 并且又拱啊 是一个道理 没有办法吗 一定是先撞后摩 那好 有了这个之后 再给大家说 刚刚没说完那个细节 我摆这个勾手的动作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来 大家看 我就这么一摆 大家你们知道 我要发什么吗 其实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你连这个球 我要发什么 一点都没有谱 来 看 我可以发个正手勾手短 对吧 侧下 我可以再去变个 侧下 再变个侧上 再变个反手 再变个反手 那我还可以变什么 我可以再变个左侧弦 那好 那我还可以配一个勾手拱 是不是 我用勾手拱的这种 这个准备 我能延伸出来很多种发球 也就是说 这个好处 能让对手再去看你准备的时候 他对你要发什么球 是心里剩 一点谱都没有 对不对 我刚刚把所有这种发球 都发了一遍 都是从这个准备开始的 那我现在再要去发一个的时候 大家能知道我要发什么吗 肯定是不知道 肯定只能乱猜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要纯是这个样 这样尽管发的 这个质量也很高 但是有一个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有隐蔽性吗 没有 如果说我作为你们的对手 我这么一摆开 大家看 我这么一摆开 你们觉得我要发啥 那肯定是基本觉得我要发一个上选了 那你们再去接我发球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有充分的准备 比如说往后退个半步 这哥们要发长的了 对不对 那我要做好个大相持的准备 那是不是你的发球的突然性 在对手那里就降低了 那我这么一摆 对手不知道 我冷不丁的来个长的 那是不是才能达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是不是朋友们 那我这样摆给你们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我质量再高 你们都等好了 没有用啊 是不是 我只有让你们不知道我要发什么 我冷不丁突然来一下 才能达到勾手拱球 偷长的这种效果出来 对不对 球帮我拿一点 球帮我拿一点 其实勾手拱球啊 你说要站在正手为发呢 还是相对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发在侧身位 对不对 并且在勾手发球当中 它有一个难点 既然是一个非常快速的长球 那你要发力 还要发长 它的这个什么 失误率 它就会增加 你就容易非常容易发失误 那失误的原因大部分都在哪呢 大部分都是我把球直接 发到了离网子很近的地方 导致这个球下网 没有发上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首先第一 大家要知道 发长球的第一跳 一定是越靠近自己越好 不能越靠近球网 因为长球快球 弧线是什么 很低平 对吧 它从上升期再到高点期 再到下降期 这个弧线 抛弧线 它会距离很长 很远 那如果说第一跳发到 离网子过近了 也就相当于这个球 刚起跳一点点 还没有到达一个很高的高度 它就撞击到了网子 所以说球下网了 所以说为了让这个球 有一个充足的弧线过往 第一跳 一定要发到 离自己近一点地方 靠底下这条白线 近一点的地方 这样的话球才不容易发下网 大家看我的第一跳 都在哪 是不是 那我第一跳 如果说要往前发了 是不是就下网了 好 那我应该怎么能够把这个点 控制在这个位置 很多朋友不是说他不知道要发这 而是说他一使劲就发那去了 他控制不住 那好 控制这个难点 给大家去讲 第一呢 想要把点从这个位置 问题在这儿 我想要发到这里来 那就相当于什么 我这个球 是吧 我要快速的将这个力量 向下的多一点 这样的话 才能把球往这发 对不对 你发到这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 你身体的力量 是唇往前转 就像拉呼圈球一样 力量 它是往前上方走 那你觉得这个球也是 往前上方走 力量把这个球拥出去了 送出去了 发到网子前面去了 第二个是什么 那你手是跟着你的身体 身体往前了 手也绷吃 跟着往前送 球 发那去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想要做的办法 就是说 改变自己身体的发力方向 我从往前送的多 那要干什么 要自动的走 看到了吗 这个就像什么感觉 发长的 送出去 发短的 我制动 对不对 那其实身体的发力也是一样 我发长 我往前 身体往前迎 往前送 发短呢 我快速利用自己的腰腹 也是腹部啊 腹部的内收 胸部的内寒 看了朋友们 我现在的力量 跟刚刚这样的相比 是不是我的身体的制动更快 更早 更集中 方向 更向下 那是不是就能带动着我的手 把球的力量能够往这使 不往这使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在身体发力当中 我们的什么 这个 肚子 腹部的 这个 收的速度 腰球就比较高 你收的慢 身体就往前送出去的多 你身 你的腰腹 收的快 你的力量就能 集中在这里 球就不容易被你 送到前面去了 它就能 大 在这 看了朋友们 你看 一二 收腹 看到吗 收腹 含胸 这一下 一二 收腹 含胸 好 这是身体 那其实手跟身体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刚刚发到那 手送出去的多了 那现在要干嘛 手同样也是 制动的 要快 要早 对不对 但是手在制动早的时候 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制动早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球怎么只剩摩擦 球怎么光摩擦 并且这么慢 就会出现这种了 那好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啊 我们动作其实不需要刻意的进行减少 只不过动作拉球本来是往前到这儿收住 那我们呢 在半路上接触到球之后 要感觉到手什么 有一个迅速的往下扣的感觉 看到了吗 我往前送 球就往前走 我拍子往下扣 看到了吗 球就能扣到这儿来了 啊 你看 就会往下扣 身体往下 手往下扣 你看 这个球是不是才能发快 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什么 为了手的快速制动 让自己的动作 摩擦减少 是吧 接触球的质量减少 是滑不来的 是吧 我们想要把这个球吃得更深 摩擦得更重 既要确保动作足够的完整 那还要想发的靠近自己 就是把方向往这儿使点劲 往自己的怀里掰一掰 往下扣一扣 往前少送一点 你的这个球 第一跳就能很好的发到了自己的身前 你的这个勾手拱球的命中率 它就大大有保障了 大家看到没有啊 先再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啊 错误的 看到吗 这是错误的 往前顶的劲太多了 应该干嘛 收复寒凶 是吧 手往下扣 来 收复寒凶 往下扣 收复寒凶 我的我的 收复寒凶 往下扣 收复寒凶 往下扣 你看 再来一个 收复寒凶 往下扣 看到吗 包括我现在再去用这个纸板 啊 用纸板 转不转 什么发球 我下一个发球去讲这个 下一个发球去讲这个啊 对对对 也是的 啊 大家看 这个直拍也是一样 大家看 收复寒凶 手往下扣 但是直拍的朋友和横拍的朋友 在往下扣的时候 一定要都要注重一个手指的发力 是什么手指的发力呢 说咱们握球拍 不管横板直拍 它都是正面有手指 背面也有手指 其实你看 像大拇指的话 大家看 不管横板直板 大拇指都在前面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横板和直板 在你手边往下扣的这一瞬间 你正面的大拇指都要发力 大拇指都要往下去发力 然后呢 背面 它就不一样了 直板靠的是哪里啊 靠的是我们的中指和无名指 在后边往下帮着大拇指往下扣 横板呢 我们是靠后边的食指 帮着这个大拇指往下扣 也就是大家要找一种什么感觉 这一下 这一下 其实就是 纸板 你是拿着大拇指 无名指 中指 这三个手指头 去向你的逆时针方向 拧个螺丝的感觉 拧螺丝的感觉 这个横盘呢 是你拿着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这个螺丝 也是往逆时针拧拧 你的这个手指手腕的内扣 你看 它才能做得出来 一定要抖手腕 为什么你的手指手腕要使劲 第一 你要把这球扣得下来 第二个 你的力量旋转 你还是要靠你的手指手腕和前臂 带动出去的 它一定不是靠 大臂 它不能靠大臂这样发 它一定靠手指手腕前臂 它才能够快 才能够吃住球 看到吗朋友们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这个手指手腕要学会用手指 带手腕 往下去扣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球发的 既能有旋转 还能快 明白朋友们 这个就是勾手拱球的 这个一些基本的教学 但是呢 有一个小细节啊 正手拉球 我们是将我们的手腕球拍 向外打开 这样去拉 对吧 展开 但是勾手拱球呢 我们要学会什么感觉 我们是一种 我勾着手腕 去拉球的感觉 你不要说勾着手腕 最后又撇开 这样去发 你就保持着你那种勾腕的状态 看到吗 保持着这种勾腕的状态 正常往前摩擦就行了 你不用说刻意的像拉球一样 把手腕打开 还得这样去摩擦 不需要 保持着勾腕 打 保持着勾腕 打 这就OK了 这个球发出去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球的效果 它主要运用在什么 我在用勾手发球的时候 我比如说 我用勾手发对手的正手短 牵制着他 控制着他 让对手揭发球的注意力 一直都放在这 那好 这种时候 我可以干嘛呢 偶尔 偷个翻手长 然后对手感觉 哎 球在这了 包括对手 他哪怕有准备 你发的这个球 除了快之外 他还有强烈的上选 对手一旦压不住 球也非常容易飞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这个球 在比赛当中运用的一些 效果和好处